一張張老照片 見證了1993年5月30號 屏東慈濟人 頭一次在屏東市令文化中心大樹下 做資源回收的身影 照片林這群正值壯年的慈神師兄 如今都已經是頂著白髮的 中老年人了 因為我上任 來到台中分會 報一張圓車到那裡回來的時候 在車上 大家分享 就是說我們上任要帶動環保 我們屏東 屏東 屏東區還沒環保還沒做 當年身為南區慈神中對擋著胡敬毅 帶隊到台中聽上任開示 開啟了屏東地區做環保回收的姻緣 這群慈神師兄 自然成了當地的環保先鋒 不過卻也是社區民眾 眼中挖垃圾的大傻瓜 聽上人說要打破的手 要來做環保嘛 以前做環保的大傻瓜 就是你們在搶垃圾嘛 搶垃圾嘛 搶垃圾嘛 所在的東西擠 都沒有分類 很亂 現在我們去做 又有陷又有陷 又有陷 我們也是用心 在跟他說 這個社會就是 要一些傲人都要帶動 沒有車 像他們家有車的人 可以把他搶垃圾嘛 還有曹思水還有他的朋友 那個瓷裝都每個都給他搶兩張 當時以辦茶會及大回收的形式 成就了屏東第一場的環保回收後 並訂定每月最後一周的星期天為回收日 回收工作全由委員師姐跟慈成師兄承擔 不過做不到半年 由於附近居民不瞭解 之後便借用分會旁邊的廢棄空地 把回收場搬遷過來 這塊塊就是 那些人的 那個豬寮 豬寮 豬寮 豬寮裡面 有的會漏 有的不會漏 不會漏的就放報紙 紙箱就在這一塊 整一塊 那個粉玻璃就在那個地方 現在那個 除完 等一下我們粉餐廳 就是燉很高的 粉餐廳都 燉到後一二六人看 真的很冷冷冷冷 我也是從草原廳 大家一起去 我們沒有高雄的作法 我們去屏東做 從不懂得做資源分類 讓當時屏東環保站場地 不被接受搬遷了好幾處 不過也因為牽來牽去的緣故 逐漸帶動了整個屏東現實的回收理念 從草創文化中心大樹下的環保點 貨展至今已經有18個大型環保教育站 200多個回收點 環保站也從當時沒有確實分類的垃圾場 轉換成細項分類 清淨在源頭乾淨整潔的環保教育站 環保志工的人數從當初個位數到現今已有2850多位 這局一開始堅持做回收 被當成傻瓜的慈神師兄可說功不可沒